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嗨 这两天好吗 尽情的夏日的小尾巴要抓住哦 想干吗 还可以继续干 去沙滩 晒晒太阳 游泳 吃冰棍什么的 回来这里娱乐秀 秀一秀最新鲜的娱乐资讯消息 各位可以随时锁点我们的频率 AM1450 美国中文电台 也可以登陆到我们的美国侨报这个APP的软件里面 在手机上随时走到哪里听到哪里 好 来关注最近在巴黎时装周的这些明星们都陆续返回了王一博 在机场的路透照释放出来 哇 因为他染了一头白发 所以虽然戴了一个棒球帽跟我一样 但是还是非常的瞩目哦 关键他的人气也高 另外杨子 龚俊 还有张子峰 都有机场的路透照释放出来 还有已经从巴黎回来的杨密 也是整理了自己的手机相册 有可能发布了一组在巴黎的一些blog 走在街头非常的轻松 惬意 身穿不同的一些衣服的一些照片 像是打卡照一样 很多人也许跟他一样 就是假期回来之后再发一些旅途的照片 人家说 你还在巴黎啊 没有啦 只不过是复习一下 10月5号今天是演员肖战的生日 工作室释放出一组写真照 肖战留着长长发 有点长中长发吧 然后在外面爬山啊 露营啊 有点男子汉的这种感觉 花儿与少年舞 哇 这个综艺节目已经办到第五季了 最新的路透照曝光 迪丽热巴 秦海陆 秦兰 还有王安宇 胡先旭等一星人 已经结束了沙特阿拉伯之行 目前抵达了冰岛 要开始新的旅程 而这次在冰岛有望欣赏到极光哦 最新的路透照释放出来 秦兰穿着一个贴身的白色礼服 和王安宇 还有胡先旭在餐桌旁热聊 但是看上去秦兰好像有点放飞自我状态 就是那种很摇摇晃晃的走路都不太稳当 很多网友表示 喝了吗 喝了吗 喝了多少啊这是 该节目 花儿鱼少年是花少姐弟团 在没有经纪人也不准带任何助理的情况下 每天生活费也有限制 然后大家一起前往人生地部署的一个国度 语言也不通 要共同完成一段抑郁的背包奇妙之旅 当然一开始好像有一定经费 然后钱就这么多 你们用完了就得自己赚 这一次第五季选择的是秦海陆 秦兰 新纸雷 迪丽热巴 赵少怡 还有两位少年就是胡先旭和王安宇 回归到了经典的舞女二男 最近范伟奇这位台湾歌手 在社交平台晒出一家人的合照 表示说 一家人在一起 就什么都不怕 谢谢爸爸守护我们的家 也是打这个家庭的温馨牌吧 还有今天唐一新分享了她的日常生活 带着三岁的女儿在一起 在做饼干 烘焙 唐一新扎着两个小便 笑起来也很少女感 而宝宝呢也是扎着哪吒头 非常的可爱 还有最近有八卦媒体拍到 高圆圆和赵又婷的家庭 也是日常 送女儿一起上学 然后一起乘车回家 赵又婷也是非常谨慎的 左官又旺 看到后面的车里狗仔在拍她 不过也是主动的打招呼 感觉两个人结婚十年了 感情还是非常的稳定 就在昨天 当然她也不畏言说当妈妈之后 她的生活也有了一些改变 但是幸福的感觉多过于辛苦 而且睡眠也渐渐变好了 但是也自嘲说 情绪丰满的时候 就小小多落泪了 因为怕自己裤带太多 眼睛会瞎掉 反正坐月子的时候 这个情绪生理心理的状态 都是很复杂的 但是Selina的妹妹 人家轩透露 这个外甥长得很像姐姐小时候 但是也像姐夫 而Selina虽然已经进入了 新手妈妈的生活 但是身为自创品牌老板娘的她 产后照样开工 非常敬业的和团队 一起筹备新产品 据说这次满月 就是小妖国满月 他们还特意准备了 蜜月礼盒 不知道谁收到了 而就在前不久 昨天我们也说到 郑少秋的长女郑安怡 是在美国自杀身亡 然后珍妮达姐 就跳出来指责郑少秋 暗示她没有管好自己的人生 然后今天又呼吁郑少秋 希望现在开始更多的来关注 欣怡啦 不要一错再错啦 就算女儿嫌你啰嗦 你也要多啰嗦 珍妮还说 希望郑欣怡有需要 也可以找她 还说 欣怡比我的女儿大 五个星期 小时候就常常玩在一起 希望欣怡能够借歌舞 抒发情绪 记得你好像有一首歌 叫靠自己 最困难的十年都挨过去了 前面尽是康庄大道 好好珍惜吧 哎呀 过来人啊 这个话还是要听的 郑欣怡 是1987年出生于加拿大温哥华 她就是郑少秋和沈殿霞的女儿 但是在出生的当年 这两位就离婚了 然后郑欣怡近些年来也一直备受抑郁症的困扰 最近听说因为抑郁症发作 已经好几个月完全停工在静养 我查了一下最新的郑欣怡的消息是来自9月19号 当时失踪了五个月的郑欣怡更新了动态 当时她晒出了自己的最新自拍 哇 很好哦 因为她剪短了自己的一头长发 是以那种俏皮可爱的短发造型出现 显得年轻了很多 而且关键是她瘦了很多 脸变成了瓜子脸 胳膊也瘦了很多 看她那个装扮造型好像在锻炼身体 应该是用健身来抵消一些心理上的一些负担吧 但是身体的变化不会骗人哦 所以在这里也希望下一次看到郑欣怡的好消息 能够是一个全新的变化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哦 这会儿我们来听郑欣怡所演唱的歌曲 她有一段时间非常喜欢唱歌 而且还开过演唱会 老爸郑少秋海到现场去过 唱歌真的不赖哦 在阳望 谁又会像你像你高贵上殿堂 评判值大家一念不上 望 任意望 权权已在你在你手里在法国 何用他印上你的好汗 标准的审美观跟你碰撞 空手里未附足世眼过 你既自然醒良没有说法 为什么谁认世人遥说自信逼我 不要低头光黄会掉下来 你是女神 不要为组颜收念色彩 不要光黄 威烟会失下来 你是女神 不要被下架的佛装 掩盖 怒放的你面前大开 这算没试过很小的舞台 你满在大爱 我对你来源头歌 我对你宜得要灯骨 有我同一个方面的颜色彩 我对你去过 你来源头弯的对象 我对你来源头弯的对象 我对你来源头弯的对象 再无邻居别再交往 不要低头 光旺会掉下来 你是女神 不要为足眼神色彩 不要光旺 威妍会睡下来 你是女神 不要被下家的伙众变开 从前下放心断 祈求换走的振爱 最恨你亦不自在 决定撇下载荣蜗 不要低头 光旺会掉下来 你是女神 手里面利益 不要松开 不要失业 温柔到最后来 你是女神 由我们派去一起的感慨 别到带到流浪静开 她不过也是很小的舞台 你配有带我 梦 再仰梦 谁也会像你像我高贵上殿堂 评判直音 她一念不送 梦 任意梦 如若你累了 倦了快学着我歌 人类汗不起 我都好汗 非常新鲜的娱乐资讯 非常八卦的明星艺人 非常好听的流行歌曲 敬请每日关注美国中文电台 娱乐秀 这首歌曲来自郑馨仪所演唱的女神 唱得挺好的 有一次演唱会上 她穿着紧身的黑色的包身裙 那时候身材还挺胖胖的 但是非常自信地站在舞台上唱了这首歌 我是女神 我觉得状态很好 应该希望她能够尽快好起来 好 继续回来娱乐秀 我是主持人小方 来看到最新的好消息 就是迪士尼的世效工作者们 通过了在国际戏剧舞台员工联盟 IATSE代理下工会化的决定 这也是世效工作发展了近50年来 上个月首批人员刚刚成立工会之后 又有大型的制片公司的世效工作者 全票通过要求加入IATSE 那迪士尼的世效工作者们 是以13比0的票数决定加入 有一些资深的工作人员就谈到说 我们一直渴望 希望得到像其他人一样的保护 但是之前看不到希望 而IATSE的组织者 马克帕奇也说 今天的胜利表明 世效工作者们在获得对自己工作条件和生活质量 有意义的决定权方面 有了明确的途径 我们也将继续努力争取一份良好的合约 但是我们需要让每个工作室和供应商都遵守 将这些工会标准应用于所有世效工作者 迪士尼的员工加入这个工会 也反映了人们对好莱坞整体的老公和工资问题的质疑 这样找到一个出口 一个组织可以带自己发声了 迪士尼的世效工作者们 最近致力于真人翻牌电影的世效工作 包括狮子王 阿拉丁 小美人鱼等等 虽然目前编剧罢工已经结束了 没有完全 但是演员罢工还在继续 考虑到自从星球大战系列以来 世效工作者就一直没有工会化 所以加入IATSE的这次投票 对于世效艺术家和整个娱乐行业来说 都是一个好结果 好了 年底将至 还有最后的两个半月时间 那也算是颁奖季的重头戏的时间了 很多好的片子也是憋足了劲 要在这个时候上映 当然节日也是接踵而来 我们来看两部新片 人皮客栈的导演 伊莱罗斯的新恐怖片 感恩节发布了正式预告 预告中小镇上又出现了一个连环杀兽 开始大杀四方 人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死去 然后每个人都会受到死亡通知 反正影片的套路化非常的明显 几乎所有的恐怖来源也比较固定 这和他之前导演的人皮客栈 比较相像 而且当谈到恐怖类型的时候 说是在这种和节日为主题的恐怖故事 联系在一起就挺有吸引力的 导演伊莱罗斯在采访中说 我一直在等待合适的机会来拍这部电影 现在恐怖片比较成熟 因为市面上有很多恐怖片 也得到了市场的认可 他说我不敢说这部电影像是 《断魂小丑2》那样疯狂 但它一定可以和 《心尸骨无存》和《人皮客栈》相提并论 影片讲述黑色星期五骚乱事件 以悲剧告终 但是此后一位受感恩节启发的连环杀手 开始对马赛诸瑟州的毛里普兹进行恐吓 而在这个臭名昭著的节日的诞生地 掀起了恐怖的风暴 虽然电影的名字叫感恩节 但是要在感恩节之后 11月7号才上映 另一部年底上映的片子是 乔治·克鲁尼指导 卡勒姆·特纳·乔尔·爱哲顿 所主演的新片《赛挺男孩儿》 最近发布了剧照 剧照上面运动员们都健壮俊美 教练团抽出满志 整个构图五美服装都有强烈的复古感 影片也是根据真实故事改编 故事的中心人物是乔尔 他在大萧条期间 因为出色的身体素质 被华盛顿大学的赛挺教练看重 然后得以进入华盛顿大学学习 之后乔尔就和其他队员 在教练的折磨下 从无到有地坚韧了三年 最终他们所代表的美国队 击败了不可一世的德国队 而且在希特勒的眼前 举起了奥运冠军的奖杯 但是此后乔尔和队友 并没有因为获得奥运会冠军就从此荣华富贵 相反这段艰苦的经历给他们带来了精气神的全面提升 这些队员们后来成为了律师 医生 工程师 在生活工作当中都是能够独当一面的 而且他们还每年聚会 情如手足 后来这个故事被丹尼尔·詹姆斯·布朗 写成了励志小说 《激流男孩》 这本书也被列为2014年美国华尔街最受追捧的13本书之一 丹尼尔也曾经数十次的采访了90多岁的主人公乔伊和他的女儿 并且搜集了大量的史料 记录下这震撼世界的光彩一幕 他展示了勇气 信任 乐观和决心所创造的奇迹 按照计划 本篇是在今年的圣诞节当天登陆各大远线 所以以上你看恐怖片和剧情片 观看的感受真的是截然不同 一种是当时所体会到的刺激感 而另一种是事后的回味非常的深远 那你喜欢哪一类呢 娱乐秀什么类型都有 感谢各位关注了今天的节目 我是肖方 下次再会咯 See you 看我的表现 周期开始我要选定好人物 出现美好国度长满零色食物 我这种物属性特殊 最喜欢蘑菇 为了解开一步的Face of Party 遇到几个麻烦 我从来都不在意 在哪里倒下我就在哪里爬起 我经过离止花火的超自然神力 下个天机组织咱们飞到云里去 狂当几个小雨满顿扔到汤里 遇到我的孤属温柔的抱在怀里 一路洁白的兄弟全都记在心里 怎么去玩看的话 是不离我让开启 上上下下左右左右 B.A.B.A. Start the game 上上下下左右左右 B.A.B.A. Start the gam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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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霸王齐了无穷 有着数不清的机毕 在游戏之中挑出三十条命 来场勇者兜贺龙 在冒险道玩华般飞进了恶魔兽 然后大时刻想把我吃掉 还好炸弹人送来了炸药 不断的闯关 放着球远奔跑 连打金刚也无法阻止我去冲刀 假如台湖大战飞了 进去迪士尼 上楼买车吃风料赛 马里奥兄弟 马里一生的药玩 根根码不起 穿穿水下有房 我哪个是个迷 几百多次就能解开一个谜底 为了得到理想答案 如此之迷 恶死不疑 把命运破在自己手里 插卡开机 流星 进去 上上下下左右左右 Be happy and start again 上上下下左右左右 Be happy and start again Start again Start again Start again 生命运气上线 金币保持最大值 总共无事开始刺客 我就先收拾 谁转全不可 随意的黑色闻点刀装 要快闪开了 我要容易担保 攻击一路牌 就纷纷的和防御 随便生出以诚意 都不够抗拒 站在我的身边 你会最有安全感 我和我的兄弟 一等 人家多战 思想就像主题 随时都在转 无法非要过了 每秒五千断 过了五块战 就将来算是个城市 规则我来设定 重新的政治 不需要游戏 开机了才关 暴击太容易 飞到了三战 这游戏 如此真实 如意识 永远不会困紧 上上下下左右 左右 Be happy and start agai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Be happy and start agai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Be happy and start agai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